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个是我的汉堡 不知道好不好 为我们的应该叫什么 我同时跟我说说是他现在在威尼斯 所以呢我就还是出去见见他吧 虽然很不想出去 拜拜一会见 哈喽大家好 为什么我回来这么快呢 因为他还以为我见面是在威尼斯给人上课 等我赶到威尼斯的时候最少也需要半个小时 所以大家都来不及见面嘛 那我都说行吧 大家还是办公室接 所以呢我就又回来了 给大家录一个 就是之前从国内回来的时候 带的一些东西 因为呢就是之前一直想给大家录这个 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时间嘛 就是算一个回国的购物分享 虽然说大多数东西还是 是从那个淘宝上面买来的 但是有很多东西呢还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那现在呢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大概有些什么 好 然后呢在开始之前呢 我的养生茶奉上 所谓的养生茶呢就是红枣 然后枸杞还有桂鱼 我就先从吃的给大家说起吧 就是去慕尼黑之前 我就烂脸 烂的就是近几年的新巅峰 就是我妈妈当时就给我马上就开始吃红枣香莲银耳烫 就我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这 就我长痘痘之后还是身体的原因 就比如说压力特别大呀 然后内分泌有点失调 所以我一般吃痘痘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内调 我还有就是我妈妈给我抹了三罐芝麻 就是他那给我抹 抹完了之后呢 然后又加很多很多油就给我炒 可能也是有些说压力大吧 关键是我本身头发就很粗很粗 所以说我知道就是那根头发是白的 就显得特别显眼 我一看见就是对于自己衰老的这么明显的证据 惶恐不安 而且其实吃芝麻比较好 因为像我就是 像我这种千年老编蜜 每天醒过来我的第一个坚决的任务就是上厕所 所以暴露了自己的秘密 然后呢就除了这个芝麻呢 我妈妈她还给我抹了这个茯苓粉 我妈妈她还给我买的就是这个桂圆肉 就是养胜茶里面的枸杞 一袋红枣干 因为我一般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呢 我也容易找痘痘 去湿气必备的一个很好的茶呢 就是冬瓜和叶茶 第一件事呢是先喝一杯热水 然后呢再空服这个黑芝麻 然后黑芝麻吃完之后呢 每天呢上班的时候呢 我都会泡这个冬瓜荷叶茶带着去 就是放在保温杯里面 因为晚上回来我一般就太晚了嘛 都已经差不多7点钟了 所以我一般呢都是煮一个蔬菜汤 然后吃完之后呢 我会再泡一杯这个养生茶 红枣枸杞 桂圆三件套 所以我现在真的大家看我就是皮肤 而且 因为我用的都是很轻薄的粉底液 就是真的已经好非常非常多了 真的我现在看着我的脸蛋呀 我都有然而生了一种自信感 然后呢 就是这个呢也是红枣桂圆枸杞茶 我买这个呢 其实是因为就是这个是要送人的 然后呢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痘痘 除了始料之外呢 就是我妈妈她还给我买了一个就是 去痘痘的膏 它去痘痘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反正我觉得它里面应该是 会有像薄荷一样之类的成分 你擦上去之后 我就会觉得那脸拔凉拔凉的 因为年纪大了嘛 就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呃 我对美白也没多大追求 人家不是说一白遮千丑嘛 对吧 但是呢问题是 我也不丑 我干嘛要遮 所以呢 我一般呢就是面膜 我就是保湿 保湿真的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我觉得白遮灵是我用过的面膜里面 我觉得真的保湿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精华液也很多 它剩下的精华 你都可以涂抹在身上 只是说白遮灵的精华 它有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稍微有点黏 但是你说面膜的精华 基本上都黏 第一款呢是 深润水光精华面膜 亮肤水光精华面膜 景潭水光精华面膜 深润水盐保湿面膜 清澈静盐黑面膜 这个我还挺好奇的 毕竟我想 我想看这黑面膜 敷上去到底有多黑 景潭新盐修复面膜 因为脸已经好了很多了嘛 就比如说可能要来大姨妈 下面这个地方 嗯 就心长了一颗洞 但是这种小豆豆已经无所谓了 比起那种打磕打磕打磕的那 嘴那儿 嘴那儿 那我觉得真的已经好非常多了 所以说呢 因为现在皮肤好很多嘛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 每天上班的时候呢 我都不化妆 清洁完之后呢 我就会敷一张面目的 我就会擦这个豆豆的这个膏 但是这个膏我要跟大家说 它主要是去痘液 调节一个水油平衡 它对于就是新生的豆豆 见效非常非常的慢 就是我现在晚上的夜间 护肤的一个步骤呢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有些时候擦的东西 反而会有点营养过剩 然后还会长痘痘 我之前夜间做的那些步骤呢 我都把它挪到早上来做了 所以呢就是晚上就会很简单 给肌肤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 回去这一趟呢 就是我还带了很多药回来嘛 然后那些药呢 其实主要也是一些内调的药 然后呢 最后一样 应该是最后一样了吧 因为真的已经隔了好长时间 我都忘了 还来意大利的时候 我就只带了哈利波特原版的第一步 所以说呢这趟回去呢 我就让我妈妈把我把哈利波特剩下的 全部都拿着来了 嗯 第二本呢 我最近就是睡觉之前呢 我会看 因为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呢 去逛这个三连书店的时候 有遇到自己很想买的书 回来的时候定的也是汉沙的嘛 那他股就只能拿23公斤 所以说 嗯 当时就没有买成书 下次回去还是争取看看 能不能再多带点书 书过来 这趟回去呢 就是还买了SRY的那个裙子 这一条呢 是当时就是 在上海的时候买的 它呢 是一条那个登心绒 是叫登心绒吧 对 一条不规则的裙子 就是当天我没有长裙 所以呢当时看见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想买另外一条 但是 就是被 我妈妈还有我姨妈 成功洗脑之后呢 就觉得说 他们就说 哎呀这条更显你的身材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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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我这个人呢 只要你一说服我的时候呢 是有理有据的 那我就会被成功的说服 所以说呢 最后还是拿的是这一条 当时买了那条裙子之后呢 为了搭配它呢 又去用衣裤买的一件 就是这个 高领的这个羊毛衣 哇这个高领的毛衣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穿 首先呢这件毛衣 它是百分之百羊毛的 然后呢 它就穿着非常的服贴 完全不扎 很舒服 而且呢很薄 很薄的同时呢 它就特别薄暖 那油衣裤这件真的很值得入手 好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 从国内回来的时候 带的一些东西 一个新年开箱 对 其实不是新年开箱 大家就把它当做新年开箱吧 如果大家想看就是怎么去斗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之后呢 就是可以给大家录一个 就是专门的一个战斗史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是挺有经验的 毕竟人生不是第一次烂脸 好 那咱们下次 下次再见 我估计一会儿还会再录一个春节的吧 对 好 拜拜